小马入住的是杭州乔斯街道的明觉酒店 在房间里直播卖衣服 他说房费一天160多块钱 有时候几天交一次 或者十多天交一次 都是到前台转账交费 十月份酒店店长来他这拿了几件衣服 小马提供了十月25号的微信聊天记录 对方告诉他欠了312元 小马说之后店长约他面谈 把我另外2000块钱的房费没有缴的 就当做利息 然后那2万块钱他过来还能给我 小马表示当时通过支付宝转给店长2万元 11月7号催对方还钱 对方回复明天给你 但他并没有收到 小马只有对方的微信 拨打语音电话 没有回应 他了解到 现在酒店方查到 10月25号之前的房费还欠着 因为自己手头没钱 之后的房费也一直没付 张经理表示 这位前任店长向多位房客私下收房费 具体费用还要核算 我就是能协助他 把他找了过来 因为我现在我也要跟他去上这个账 找他当时他不过来 他现在就是 那我只能这样子 我只能打通电话给他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小马已经报警 108黄剑记者报道 108黄剑记者报道